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credit 因為其實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在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那些時候可不可以 就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或者太陽的八陽座 來到農曆七月節 自身整體運勢非常之麻煩 就算有一些體力很好的事情 但是最後都是會搞到一團租 首先我要講的是 有什麼好事情呢? 可能你們會有夠錢 當然這個可以是 無端端多了 即是叫做意外之財 又或者就算不是真的 那些銀行帳戶無端端漲了 但是 somehow 你會覺得自己是多負足 OK? 即是 但是呢 那個問題 來到 就是說 你們究竟可不想將這塊錢 去分享 幫助 施寫給別人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 大的課題 以及你們會造成一個 非常之大的心理掙扎 是的 首先 如果有看我 Page那些的人 都知道 木星逆行這回事 是不是? 我也都曾經上過 節目 去講 木星逆行 塔子亂林 教你做好人 那麼呢 現在這個木星逆行 來到我們所謂的 第二個階段 所以呢 在一個 正所謂 心裏面的 正邪之真 魔鬼和天使的 這個 矛盾衝突之中 是會 更加 艱難的 心理的 那個掙扎 會越來越大 這個是一個 普通的 trend 還有 你們上次有留言 我的節目 都記得我講過 因為 今次這個 木日相遇 在你們一個叫做 Dash Tana House 叫做一個 仇虎之地 所以呢 對你們那個 良心的 那個 賓塔 會更加之強 哎呀 我比 變人更加好運 比變人更加富足 那我 有沒有這個 這樣的道德責任 去幫他們呢 還是你會覺得 哎呀 其實他們 那麼窮 他們自己 夠有自取 是不是 正所謂 每一個可憐的人 必有可行之處 那麼這件事呢 在農曆七月呢 會對你們來講 有一個 非常之大的打擊 何況 加上呢 其實 白雲狀你們的 主星 火星呢 現在是走了去 即是伴隨著 今次這個獅子座 新月 他是走了去 你們的先天陸宮 處女座 是在一個 完全 我們叫做 由來的位置 也都 他是 不單止 先天由來的位置 他是在幾多度 伴隨著今次 獅子座新月 他是在六度到七度之間的位置 沒有任何先天尊貴的能量 我們叫他沒有 即是叫他做 沒有Dignity OK 所以 由來 我們叫做Peregrine 另外 他也是沒有跟任何其他的行星 形成一個 上圍 構成任何的角度 aspect OK 所以 在一個 量身掙扎 掙扎裡面 其實是沒有人給你們 是真的靠你們自己去 戰勝那個心 但是 真的我會覺得你們是 容易比較自私 最後都是不肯幫人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肯幫人的話 即使真的有錢 因為這個世界很公平的 是嗎 窮質 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其實我看到你們是達的 但是如果你們不肯兼善天下 我告訴你 你有機會會造成一個 最長可以長達三十年的遺憾 為什麼我會說到這麼恐怖呢 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同時 土星是逆行 也是得勢於水瓶座 土星我們一般說的 它的系統是 28.5年 但是 有時候我們拿一個 藥數就當它做三十年 所以 總之 這個土星有一個力量 就是說 如果你不肯去幫人的話 背後造成的一個遺憾 或者是 總之有一個影響力 可以有一個 一個土星周期那樣長 這個是我第一個要提你的事情 然後 所以你看到 其實本身好像有好消息 是不是多了錢 但是之後會是 造成一些 正所謂 蔡庸得馬 煙之非禍 搞到自己心裡面是很頭痕 第二 接下來 有機會 可以有小朋友 當然這個是一件好事 但是 如果你們是 在農曆七月懷孕的話 我不是說要嚇 嚇準父母 但是要小心身體 嗯哼 頭三個月要盯緊 請 此禮 其一 然後其二 就是說 即使有了的話 但是 身邊人 會不會給壓力你呢 甚至你的伴侶 會不會給壓力你呢 覺得 還是不好要 那 為什麼會覺得不好要呢 難得有個小生命 因為 尤其是社會的那個氛圍 經濟的壓力呢 會覺得 哎呀現在這麼亂 是不是不要好過要呢 就著一個宗教的立場 大家知道我是信奉佛教 我就會跟你說 拜託不要墮胎 墮胎是一個超大的罪來的 OK 那 既然知道 如果是 蒙如去發生我剛剛講的事情 如果你仍然都是想享受余水之歡的話 拜託做足安全措施 OK 不要之後去種下任何的葉根 好 這個是第二 所以 看到又是一些 由起轉悲 是嗎 由複轉禍的一些 struggle 會發生的 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 對了 愛情 好 接下來 有機會 認識到新的拖友仔 不過 你們的價值觀 是不適合的 OK 尤其是哪方面的價值觀 是否因為他很大小的價值觀 還是因為他只顧著工作狂 是否這些價值觀 還是怎樣的價值觀 原來是因為 大家覺得大家 可能是你覺得他 或者他覺得你 不是好人 是一個心 善良的程度 就會覺得 為何他這麼邪惡 或者也有機會是跟一些政見有關 所以 擺到面前 擺到口邊的肥豬肉 但之後覺得已經真的不是這麼合適 你們沒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尤其是真的跟道德 或者是一些政治 社會的標準有關 OK 那又會 火了的 然後還有第四 錢 都是跟錢有關 這個訊息 其實跟第一個訊息 可以有少少關係 你慢慢聽下去就會明白 那就是說 如果你賭錢 做一些投機 賭博 這些事情 可以有少少斬木 不過呢 我在這裡勸你割和青 這個就是我 今次整個唯一可以勸你吹吉的方法 吹吉鼻胸 因為 始終你會有少少斬木 但是真的你讚夠的話 麻煩快點割和青 OK 就不要在這裡磨冷 如果不是就長賭必輸 還有 另外就是說 當然長賭必輸 是我們大家都明白的一個智慧 但是我也同時擔心 你贏了的那個錢 就算你不是長賭 你真的割和青 但是這塊錢 它不會讓你保持久 但是可以發生什麼事呢 這裡是可以 有一些很極端的事情可以發生的 我當你被人搶了那塊錢 是的 被人偷錢 或者被政府去抽你那塊錢的稅 那就是很常 但是我不知道 會不會你們已經移民了去一些 不都要徵稅的國家呢 或者 甚至 剛好就有人會去查你了 請你喝咖啡 那些朋友 總之這塊錢 未必能夠保持久 也是一個 接下來 就比較難避開的禍 所以你們這個六、七、七、月都很煩氣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e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即是就算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系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在我弄星運那些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